你刚刚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我们聊喜欢爱爱多一点 又说这是儿女私情 儿女私情也很重要 我事业为重先 事业为重 爱情第二位 你不要围难他了 我不围难他 我救你我救你 好好好好 我知道你之前去了云南 不如接着来的时间就交给你 带我们去看一下当地人过年是怎样 今次来昆明最重要就是体验这里的新年习俗 我也是第一次来昆明 在这里怎样过年 当然要问回我们的地胆 我就约了来自云南围持的高强大哥 在昆明的地标金马碧几方会合 希望他会带我去深入了解昆明的新年习俗 高强大哥你好 你好 值乐 欢迎你来春城昆明过春节 新年快乐 我也祝你龙马精神身体健健康康 谢谢谢谢 同时还要祝我们内地和香港的朋友们 龙年吉祥 龙年新大运 高强老师我想问一下 在昆明过年哪里最有过年的气氛呢 一般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逛市场 置办年货 接下来呢我先带你去我们昆明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网红市场 好 去逛一逛 走走 接着高强大哥来到我在昆明的第一站 孙新龙茂市场 这里是昆明最热闹的市集 各种蔬菜熟食 种类真的多到大开眼界 这个就是我们过年会吃的八宝饭 八宝饭 对 有很多材料 老板这个配料有哪些 有红丝 绿丝 冬瓜蜜茧 蜜枣 还有糯米 白糖 猪油 还有豆沙 而且寓意非常好 团团圆圆 吉祥如意 这就是我们云南鼎鼎大名的野生菌了 我看过这个 金儿 对 金儿 这个叫什么 知道吗 不知道 但是很像千变很可爱 小鸡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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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可爱 看 前面挂的这些米花球 米花球 是我们云南过年的时候才有的 这些是我们经常吃的大米花 给它真成球状的 挂在家里面过年 很喜庆 对 想吃的时候就咬一口 对 想吃的时候就拿下来吃 听高强大哥说 昆明人去孙巡市场就一定不会空手而回 去过一次就真的明白了 这里就是金殿风景区了 金殿是我们昆明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 清朝时期吴三桂在这里镇守一方 所以在金殿当中最出名的 就是他当时所修起的一个铜殿了 我知道吴三桂是谁 因为我看了《鹿顶记》 它就是平溪王 我看了他不晓的电影 我还知道他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对吧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平溪王吴三桂当年 所修起的一个铜殿了 它是中国四大铜殿之一 也是目前全国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全铜供殿 这些门扇包括里面的牌匾 维曼银链全部都是铜制的 总共用了两百多吨 两百多吨铜铜 对 厉害 那这里就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 永乐铜钟 永乐铜钟 明代永乐年间的一个钟 古时候是用来报实的 那现在就春节期间 大家会来到这边 敲旁边的小钟 这个就不能敲 对 不能敲 这就不能敲 我刚才就祈求了 希望今年自己的事业順利利 出多些好的歌 多些人喜欢 这就是我们云南非常有特色的一些菜品 接下来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叫荷叶千张肉 这个叫云南丝毛酸汤鱼片 很多我们当地的一些草果呀 香料熬制六到八个小时 熬制而成的 这个丽江紫阳玉 在我们这儿大众喜爱度非常非常高 这个叫气锅俊子肉饼 我很喜欢吃肉饼 这个叫长菜 过年会吃的 这里面的菜呢 没有切 整根下锅 寓意长长久久 接下来我们就开动了好不好 好 来吧 这个汤非常的红亮 这个好吃 因为它有些肉味道 因为他说用辣肉做过 这个长菜有很好的寓意长长久久 有点像 这个梅菜扣肉 对 有点像 绝而不腻 很好吃这个 哇 再来 云南是全国最多少数民族省份 吃到一半 餐厅安排了少数民族的歌手表演 用歌舞展现这里独有的文化 这里就是滇池海管大坝 滇池是我们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 每年春节期间呢 会看到有成千上万的红酒 在这里停留啊 觅食啊 漫天飞舞非常的壮观 那很多人也会专门来这里拍照打卡 是春节期间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 在云南的旅程结束之前 我去了昆明最潮的年轻人集中地 南强夜市 我接下来唱的歌曲呢 就是李荣霞老师的《麻雀》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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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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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